行政院制定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新制预计在8月份陆续来上路 虽然是发给家长6000元的补助 不过相关的配套混乱 恐怕会损及保姆的权益 让保姆市人心惶惶 同时托育人员发展协会 就结合多个保姆团体 这一天是举办一场新制说明会 也向政府来喊话 希望可以尽速修改不周延的 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保姆们人流站出来诉说新生 也为姐妹们加油打气 因为行政院制定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新制预计8月份陆续上路 不过相关配套混乱 让大家是人心惶惶 四海的方面都占了很大的名额 那至于新的公定政策呢 就是0到2岁可以得到补助 那如果说0到2岁 就是2岁以上的话 就会变成说带不到小孩子 是夫妻联合收拖 那因为我们一样是两个人 但是我们照顾的宝宝 一样是同一个住址 但是只能带四个宝宝 等于说我们就是在经济上面 是完全靠这个国育这方面 去做个资助就对了 那可是我们还是被归应之留 带四个宝宝 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不够的 带一个小朋友 时薪这样子大概40块50块 带两个小朋友最多也到100块 那这样子比那个公读生还要不如 而且我们自己 有自己的小朋友也没有补助这一块 然后又不能去上班 那我们也是专业的受训过的托育人员 但是政府也没有补助到我们这一块 保姆团体表示 目前修币保姆专业训练课程 并领友结业证书 领友登记证的合法结业保姆人数多 不过准公共化托育政策 直接把这些保姆排除在外 加上政府补助家长每月6000元减轻负担 但又订了保姆收费上限规定 不但没有考量保姆工作服务延伸费用 也破坏合理供需市场机制 可能导致合格保姆无人愿意投入照顾的窘境 结业保姆在登记制里面其实它是合法的 那这个总共化排除结业保姆 反而容易造成保姆大出走 可能就没有人会愿意就是担任这个保姆 请维护托育人员的工作权 公告制定托育费用项目上 恢复市场机制 给予弹性回归保亲双方制定 很沉重的来把我们的政府补助 对于保姆这个区块 在这里要有同理心包容心 还要有很照顾他们很用心 这就是台湾未来很有希望 中部保姆团体这天齐聚表达心声 公共托育新政如果不符合人性 恐怕会引发反弹 希望政府暂缓实施等讨论周翔再上路 免得落得家长 托育业者政府皆输的局面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